这是韩国最催泪的电影之一 许多人说看一次哭一次 故事献给天下所有的外婆 城里来的小宇 第一次见到山里的外婆 外婆伸手抚摸她 却被她嫌弃地躲开 不仅是外婆 小宇嫌弃这里的一切 破旧的土砖房 肮脏的灰虫子 窗台也结满蜘蛛网 她一刻都不想待在这 但她走不了 因为母亲要忙着找新工作 她爸爸早几年就跑了 只能把小宇寄养在外婆家 妈妈连生活费都没给外婆 只拿了些营养品 她交代小宇要好好听话后 便匆匆离开 外婆77岁了 多年的劳作压弯了她的背 外婆蹒跚着 想去牵小宇的手 却被孙子一把甩开 外婆也不知怎么惹怒了外孙 她忙用手在胸口画圈表示抱歉 外婆是个哑巴什么都说不出 只能用这种简单的手语表达想法 小宇却审笑一声 觉得外婆很可笑 小宇在乡下的生活格格不入 吃饭时她只吃自己带来的肉罐头 外婆给她夹菜 她连菜带饭扔回去 外婆拿出珍藏许久的糖果 想让孙子开心些 小宇一眼都不看 嚼着自己的巧克力走开 说不出话的外婆努力想和孙子相处 可小宇从不跟外婆说话 还在墙上写上笨蛋 哑巴这样的话 刺痛外婆的心 小宇天天躺着玩游戏机 让老人家独自干繁重的劳作 玩累了就睡觉 留一堆烂摊子给外婆收拾 外婆知道外孙不喜欢自己 所以尽量不去打扰 可她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外孙 心里也渴望着外孙能和自己说说话 一天晚上 眼神不好的外婆让小宇帮忙穿线 她很不耐烦地穿好 还故意把线拉得很长 让外婆奉久一点 别打扰自己玩游戏 可玩着玩着游戏机没电了 小宇吵着要钱买电池 外婆掏出空空的口袋 她没有钱 小宇不信 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搜 结果一分钱也没收到 她一气之下 把外婆细心保养的坛子踢碎 还把外婆仅有的一双鞋藏了起来 害得外婆只能光脚踩在山路上 给她挑水做饭 没钱买电池的小宇 盯上了外婆的银发簪 趁外婆午睡 她偷走发簪 跑到村里的杂货店里买电池 却被告知没有合适的型号 她又去商店想换点零食 老板认出那是外婆的东西 狠狠敲她脑门教训一顿 事事不顺的小宇 再回家是更倒霉了 她找不到路 一直在田里乱转 最后一边走一边哭 幸好一个好心的大爷看到 把她送了回去 外婆亲自到外面接她 没有责备一句 反而问她想吃什么 她拿出一张传单纸给外婆看 说自己要吃肯德鸡 比划了半天 外婆以为外孙要吃鸡 于是带上自己辛苦挖的药草 出门换钱买鸡 她主着木杖一步步走上山道 勾搂着身子爬山越岭 没多久后下起了大雨 外婆拎着雨走回来 带回了一只活鸡 全身湿透的她 先给睡着的小宇盖上毯子 然后又急忙去做饭 外婆端出做好的鸡 撕下一只肥肥的鸡腿递给小宇 小宇一看却急了 她一把打饭饭完 转身升起了闷气 外婆只能一边收拾 一边把地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 外婆无私的爱泰让人感动了 第二天已经很晚了 外婆却一直没有醒 还冷得缩了起来 小宇知道外婆病了 赶紧为她盖上毯子又敷上毛巾 这时小宇注意到 外婆只能用一根破汤勺别头发 她开始会体恤外婆了 将偷来的银簪还给了外婆 一段时间后 外婆病好了 她带小宇去镇上的市集 卖草药换生活费 外婆摆着地摊 她说不出话 很难招到顾客 卖了很久只赚到几十块 这些辛苦得来的钱 外婆马上用来给外孙买了心血 又带她去吃炸酱面 却只舍得点一碗 外婆看着小宇吃 自己就喝点水充饥 结账时小宇看着外婆刚赚来的钱 就这么所剩无几了 心里涌起了心疼 路过一家电池专卖电池 她也没好意思开口 要外婆给自己买游戏机的电池 在回去的客车上 外婆问小宇想吃什么 她指着一个小孩手里的巧克力牌 说要吃那个 外婆就捡起地上的包装纸去了小卖部 当她买到零食回来时 小宇却正在气头上 旁边的两个小朋友有说有笑 可没人愿和她这个小魔头玩 她想和旁边的孩子们一起回家 让外婆坐别的车 外婆在车窗外把包裹递给小宇 想让她带回去 她却嫌丢人怎么都不愿意 留下外婆拿着重重的包裹 看着汽车开走 小宇回家后 等了好久都没等到外婆 直到太阳快下山了 才见到外婆 原来外婆为了省钱根本没坐车 她是一步步从城里走回来的 小宇哭着问她 外婆用手在胸口画圈表示抱歉 回去的路上 小宇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牌 悄悄放到外婆的包里 她开始学会体恤外婆了 第二天 小女孩邀请小宇去她家玩 小宇高兴坏了 想有个帅气造型闪亮登场 她让外婆帮自己剪头发 剪完后成了个锅盖头 小宇一看镜子崩溃了 可小宇还是想去找朋友 她带着满满的玩具去女孩家 临走前外婆给了她 一个精心包装的盒子 可小宇觉得这土里土气的 没看一眼塞进了裤兜里 小宇回家时 在山路上摔伤了 小推车摔坏了 膝盖也摔破了 只能一蹶一拐地回家 回去的路上 小宇想起了那个小盒子 拿出来拆开包装纸一看 里面竟然是自己的游戏机 还有两张钱是外婆给她买电池的 小宇终于忍不住了 眼泪速速地往下掉 走到一条山路时 她看到外婆正满山地找她 小宇放声痛哭 外婆急忙走过来 看了看小宇膝盖上的伤 又帮她擦擦眼泪 对孙子心疼极了 外婆把一封信递给小宇 是妈妈找到工作要接她回城了 可她走了外婆怎么办 她现在已经对外婆有了深深眷恋 小宇教外婆写字 教她写我生病了和我想你 让以后写信给自己 外婆哪能学得会啊 小宇又说 临走前 小宇熬到深夜 把外婆的真意根根全都穿上线 她怕自己走后 没人帮外婆穿下来 现在的小宇真的懂事了 第二天妈妈过来 把小宇带上了客车 外婆敲着车窗想挽留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小宇低着头不敢看 直到客车发动 她终于忍不住跑到车尾 学着外婆用手在胸口画圈 她真的很抱歉 没有从一开始就好好对待外婆 让她吃了那么多苦 车离开了大山 小宇回城后也没有忘记外婆 给她寄了许多明信片 告诉外婆自己很想她 你在看这个电影时 有想到自己的外婆吗 我的外婆有着浓重的湖南口 我经常听不懂她说话 每次去看外婆时 她都是高兴地领我进门 把珍藏许久的糖拿给我 然后彼此坐着不说什么 她很像电影里的这个外婆 沉默又用朴实的爱照顾儿女们 难怪导演说这是献给天下外婆的作品 你的外婆是什么样的呢 在评论区和我聊聊吧